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捍卫司法正义 重化會專法律漏洞 居住全被彩團壓迫 我很感動今天在上班的日子裡 大家在百忙之中還是抽空來聲援立民幼兒園 還有這麼多全國各地來聲援的 所有的好朋友 我在這裡向你們說聲謝謝 立民幼兒園到現在已經將近有十年的奮鬥 那麼一二三四我們曾經四次都是打贏的 然後在庚二審的時候輸掉 庚二審輸掉是因為財團 楊天生做重化 然後洪昭男的媳婦判我們輸 他們兩個都是中台灣的政商的要角 那這樣判我們輸 你能接受嗎 今天居住前 不是只有黎明幼兒園在發生 全國各地 從北到南 包括屏東 那麼小的地方 恆春 都有重化 都有都更 都有居民受害 你說是不是 對 那麼 我們今天一直撐著 就是為台灣人民撐著金屬權 你說對不對 對 我們 為了保護我們的家園對不對 對 我們今天雖然很辛苦 雖然流汗流血 但是 我們還是 要保有 保護台灣人民的精神 來保護我們的家園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今天 小朋友都站出來了 小孩子 我身為一個幼兒園的老師 一個小孩子 我都要保護他 即使喪失生命 我都要保護整個小孩子 國家不能保護我的小孩子 我用性命來保護我的小孩子 你說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小朋友 跟大家請您說謝謝 謝謝大家 李遠坊加油 今天 在台中高等法院進行的程序 其實是一個更審程序 也就是說 這個案子之前 已經被最高法院 廢棄發回 法院說 為什麼 這個案子要回到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台中高等法院 再來進行審理 主要是兩個問題點 第一個 他認為 重劃會 在里建市的選舉上 是否已經取得 所謂過半的同意 為民 第二個 相關配地訴訟 也就是說 這個地 是不是還是你的所有權 情況下 本來就是應該受到保障的 在這些訴訟還沒有確定之前 地就是你們的啊 那配地訴訟還沒有確定之前 其實你的所有權沒有上市 其實如果我們回到法制面來看 在所謂的重劃辦法 獎勵的重劃辦法裡面 等相關法制裡面 還有提到一個就是說 你們這些重劃會的 這個會員大會 在里建市的這個選舉上面 其實是必須要經過這個過半數的同意的啦 這也就是剛剛 最高法院發揮議職所產明的一個點 那也就是說 在我們今天這個案子裡面 事實上 跟審程序進行到現在 重劃會方面 對於 最高法院希望再去調查 最高法院指示 應該要查明的事項 都沒有辦法取證說明之外 出聲的過程中 正發現 這一些選舉的過程 重劃會的選舉過程 既然是一個無濟民的方式啊 在無濟民的方式的情況下 請問 相關的門檻 例如說 面積有沒有一半以上的門檻 根本不同計算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你們認為 這樣一個重劃會的組織 其實是不合法的 司法院大法官 在三年前 7月29號 作出739號解釋文 這第739號解釋文 他宣判自辦四地重劃犯法 有七個條文 是違憲 也就是以往 正當行政程序 他不只違反正當行政程序 他同時違反了 法律保留原則 第739號解釋文 其實就是針對今天黎明幼兒園 的這樣的個案 所做出來的 違憲的一個宣判 所以 既然三年前大法官 他已經宣布 這個自辦四地重劃 辦法是違憲 那試問各位朋友們 這個黎明幼兒園的自辦四地重劃 還有他的合法性的基礎嗎 沒有 大法官的一個解釋 就如同是憲法一般 憲法已經講 這個辦法有七個條文 是違憲的 是違反正當行政程序 是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試問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這個大高等法院 不管是哪個行政法院 如果根據憲法 大法官解釋的意志 這個自辦四地重劃 根本就是不合法 不正當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明明幼兒園自辦四地重劃 本身就是一個不正當 不合法的重劃